大家好 今天 来看奔驰车 发现了一个西安市 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 日本的西安区域 今天 来给买了一个月的新车 做车检 顺便看看其他的车 在车展馆内 发现了一个西安市 顺便 带大家看看 日本奔驰车店内 西安市是什么样 日本 作为西安大国 根据统计了解 日本的烟民 比例比中国还高 因为 在日本的生活压力大 所以很多人 都借助西安来减压 西安 有害健康 日本 必须设置西安区 西安室内的烟灰缸 是必须的 还有一个 带有抽风功能的抽烟机 当然 仅仅仅做这些处理 并不能保证 所有的烟气 都能被有效的排除 房间顶部 还加了一个排风扇 对准地面 预制烟灰缸的位置 有效的吸收二手烟 以及从烟灰缸中 飘起的烟气 不得不承认 西安场所的设立 的确有助于 公共场合 西安难题的解决 实际上 日本道路上 有很多西安区 写字楼里 也有专门的西安室 各种设施 景区之内 都有设立 所以从 目前的现状来看 日本控烟 禁烟 以其成果 是最显著有效的 它们只在 规定的地方抽烟 其他地方不抽 不得不承认 西安室的设计 或许也值得我们 借鉴和学习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有更好的意见 和建议 请在下方给我留言 感谢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